来 二姐将会的《无比无荒》 《到底的心胸》 《无比无荒》 用心哭一直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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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輩拖一輩拖一輩拖一輪三輪的孤單 拖過愛 拖過愛 拖過生 拖過冷地把你的快要拖到她 拖到不賓 無愛 我一世 討一夢 討一人曾的孤寬 討過海 討過山 討過人 迷夢的歡樂 討過無悲無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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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 討過無悲無悲無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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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首先我們請到羅文聰老師 請做講評 好 憲田今天選了一首 我覺得歌雖然很短 但它真的不是很好唱 氣要很足 我發現你今天唱這首歌 我覺得狀況不是很好 我覺得你的聲音其實是會飄耶 像這首歌其實它有時候 雙心無悲無悲 它是有點自問自答 它其實有點點說話的口氣在裡面 但我發現你每一句的尾音都會 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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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會飄 那個聽起來並不太像是技術性的抖 反而會覺得是有點不穩定的抖 要讓它覺得說半說半唱 好像在自問自答的話 我覺得這種尾音會飄 通常是不是很好的詮釋方式 你啊 米啊 跟你啊 米啊 有沒有 那聽起來就會 感情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抖音 拿捏運用的時候 可能稍微想一想 那這首歌我發現你唱得太收了 收到讓我覺得聽起來 聽不到那種內心的那種吶喊 這歌其實我記得以前我們 佩君剛來這舞台的時候 有唱過這首歌 好像還是拿到很高的分數對不對 我覺得他當時在唱的時候 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感覺的確是有被電到的感覺 它是沒有包袱的 而你現在唱這個歌 我覺得是有包袱 就是說你顧慮太多 或者是很刻意想去做什麼的話 反而顯得怎麼樣 不自然 這歌其實不是完全在靠技巧 是靠那個情感的真情流露來拿分 但我聽到的話是覺得是 營造做出來的口氣 而不是很自然那種悲傷 所以就少了那種被電到的感覺 那你基礎性的部分當然還是 該有的分數還是會有 但是就少了想要往上再推的 那東西就會少那麼一點點 所以以後再選歌的時候 可能想想 也盡量讓自己的狀況好一點 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兩位請到這裡 謝謝 林美森89.5 我稱讚他們90.3 杜忻恬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好 我看杜忻恬可以得到幾分 80 80 82 83 85 86 87 88 89 91.1 和91.2分 老師平均分數18.2分 不錯 林美森今天再次跟他們站在一起 對 表示你已經慢慢有提升自己的水準 對 好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